一心交往女人最爱说这四句反话,只有撒男人才听不出来 两心交往中男人往往是很直接的,想说什么就会说什么,不会把话藏在心里,也不会说反话 男人想告诉女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想让女人足够了解自己 可女人却恰恰相反,心里想的与说出来的不太一样 很多时候女人都不好意思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而是用反话来暗示着你 与女人相处,你要足够了解女人,要知道她说来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要傻傻的听不懂,不要让女人有一种失落感,不要让女人觉得你们并不合适 女人的一个小动作,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女人的一个表情你要知道她想表达什么 女人的一句话你要读懂,一心交往女人最爱说这四句反话,只有撒男人才听不出来 一,我心情很好,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心情很好 她会傻傻的笑起来,她会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 你不在她的身旁时候,她开心不起来,觉得缺少点什么 当你问她你心情怎么样,她会回复你说我心情很好 她不想让你担心,不想让你惦记,不想影响你的工作 不想让你放下一切来到她的身旁 男人你要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女人,不要让女人有孤独的感觉 不要让女人有想见你却想不到的感觉 不要傻傻的以为她的心情真的很好 二,我已经吃饱了 其实女人都是很能吃的,只不过在心爱的男人面前,不好意思吃而已 每次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她都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夹着 还没吃多少,她就不吃了 当你问她吃饱了吗,她回你说我已经吃饱了 愚蠢的你以为她真的吃饱了,就让她待在一旁陪着你吃 和你分开以后,她又去吃了很多 因为刚刚和你吃饭的时候,她没有吃饱 男人与女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多观察女人,要多了解女人 不要让她吃不饱,不要让她饿着肚子回家 三,我才不想你呢 每一个都有工作要忙,恋人之间不能每时每刻待在一起 不能一直守护在彼此的身旁,她很爱你,她把你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不在一起的时候,她是很想你的,你总是问她想我了吗 她会回复你说,我才不想你呢 她说话的语气明显是在撒娇,是在暗示你,我很想你,快来找我吧 聪明的男人是很懂女人的,知道女人的想法,会立刻来到女人身旁,陪伴着女人 而一个傻男人,根本不知道女人的意思,只会回复女人,那好吧 四,没你才快乐呢 女人是很喜欢说反话的,所以说在与女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知道她的心理想法 不要成为一个不懂女人的傻男人 有你在身旁的时候,她很快乐,没你在身旁的时候,她一点都不快乐 可她总是对你说,没你才快乐呢 这句话是很明显的反话,别傻傻的听不懂 异性相处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了解 知道对方的心理想法,与女人相处的时候,要成为懂女人的聪明男人 不要成为不懂女人的傻男人 两个人走到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彼此了解,彼此包容,会越爱越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感情来了,就要好好把握住 不要错过爱你,想和你一辈子的人